新闻最后带您看到 这是将活动的帆布回收再利用 做成了好看的包包 推广创意做环保的观念 桃园市环保局是发挥巧思 将活动结束之后 留下的这些大型的废弃帆布 做成了好看又实用的包包 废弃物变成了时尚的单品 落实生活环保 五颜六色的各式包包 仔细一看竟然是用回收帆布制作而成的 桃园市环保局将过去办理活动的 帆布留下回收再利用 发挥巧思做成包包还推出抽奖活动 民众表示这样推广环保很有创意 应该会让大家更多反思 更多可以利用的东西 就比较不会浪费这样 桃园市全台第一个落实低碳活动 指引审查机制的城市 市府要求各局处办活动 必须以低碳为前提 去年至今已办理超过50场 环保局作为领头羊 率先示范把大型活动帆布回收再设计 制成时尚单品 推广永续精神 今年的四月 我们跟乐天桃园合作办理的永续爬 我们把活动产生的大型帆布回收再设计 做成环保时尚的单品 那延续减碳的精神 展现永续生活的态度 那我们后续会在我们环保局的粉丝专业 办理线上的活动跟民众互动 那民众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一次设计的创意单品 让活动的意涵可以延续的发酵 几日起到9月29号 只要上环保局粉专 分享帆布再利用的其他想法 就有机会把实用的创意小物带回家 邀民众一起发挥创意 守护环境 我们下期见